院长跟部长 给你们报告一件事情 我来自于杨梅 我每天要到我们立法院开会的时候 那么我们家距离杨梅交流道很近 所以呢 我习惯就是开车上交流道 早期 我们都知道中山高都会塞车 所以呢我们杨梅的乡亲 听到 有个五阳高要盖 那现在也已经建构完成了 所以大家都对这个五阳高非常的期待 但是呢我们杨梅人很多人失望了 你知道为什么失望吗 因为我每天上高速公路的时候 我认为有五阳高了以后 我们中山高就不应该塞车了 但是呢我上了中山高以后还是塞车 你知道为什么吗 请教委员是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会塞车吗 我从杨梅交流道上去会经过又是交流道 还会经过什么 新中立的新屋交流道 这三个交流道的上班时间全部涌入中山高 因为我们杨梅人上不上五阳高啊 为什么所谓的五阳高 它没有办法让我们杨梅人上五阳高 直接一定要上中山高 那你当时命名为五阳高 那你就命名错误啦 你干脆就叫五阳高速公路就好啦 是不是这样讲呢 当时的设计是不是有错误呢 我想当时有当时的背景 那在规划设计的过程里头 也一定是跟地方正有做过通风的讨论 才会有五阳高架的出现 那现在五阳高速公路 它的最后从五谷是一直到湖口 没有在我们杨梅有一个杂道可以下来 那现在我们在孝潜路是不是要设立杂道了 对那孝潜路这个其实现在已经在施工了 我不晓得已经开始在施工了 已经开始在施工了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经费是多少 什么时候可以完工 他预计完工 他公期是六百个日历天 预计到106年的8月14号来完工 在106年8月 也就是明年的8月 可以如期完工吗 我想我们会管控这个进度啦 高工局这边也会管控这个进度啦 好那另外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桃园有一个奇景 叫做什么奇景您知道吗 在我们的大园交流道那边 你看一下有一个天空断桥 我们是国门之都 大园就有个航空城在那边 从机场出来 不是我们台湾人看笑话 连国外的一些旅客 看到这个奇景都会指指点点 不明白为什么放了四年在那边 断在那边 您看一下这个天空断桥 会不会觉得很好笑 那放了四年在那边 是不是很浪费我们的工坛 部长你有什么感想 我想这个部分该接的部分就尽快来处理啦 那当时我们国二甲 这个交流道是衔接到台15 然后再衔接到61号道路 对那因为有特殊的原因 所以没有办法 那当时为什么这个原因没有被发现 然后呢 没办法克服让他悬档那么多年 我想请问一下 交流部长 您站在那边都没办法回答我吗 我想这里头有涉及到 有一些是用地问题需要去做处理啦 所以国二甲 那么要接到所谓的15的这一头 我的了解确实也跟所谓的趋乱真正 跟土地的征所有关啦